啊 太难了 姐妹们 最近真的要被世界上有五种X文学给玩明白了 你知道吗 世界上有五种部 财务部 后勤部 营销部 技术部 还有诚意这个老干部 都知道娱乐圈就像个大染缸 就像最近邓轮偷睡被罚事件 大部分明星会为了名利挣个头破血流 但诚意一心只有拍戏 就算深挖他的黑料也挖不出东西来 而拍戏之外的生活就是喜欢钓钓鱼 喝喝茶 活得就像个老大爷 感觉他随时就要拿着鸟笼去遛鸟 每次看到陈老师的采访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当被问到 分组是什么样的 你说什么 微信分组 就你有分组 没有 平时会发朋友圈吗 平时会逛超话吗等事 诚意的回答统统都是清一色的 我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这个不太好吧 没有 不会 我不知道 更有意思的是 人家问他 看到网友在弹幕里跟你表白你什么感受 诚意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很是为难的说 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过弹幕老师 真是笑不活了 谁也不服 就服诚意 没看过弹幕就算了 可乐看了这么多年明星的采访 还从来没见过谁叫主持人老师的 也能看出做个采访 诚意都一本正经 有时候甚至紧张到抠手手 凭借玉思丰爆火后 主持人问道 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女朋友 你什么感受 一听到女朋友变多了 还以为说自己扎 赶紧解释 没有啊 私父就是很专一很深情 他只守护着玄机 后来知道这里的女朋友是女粉丝的意思 才松了一口气 还是阿赛的道歉 你说粉丝 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愁给孩子吓得 贝Q身材认真的说不好脱 衣服要脱十分钟 还害羞的说 下次 谁能比他更实在 而且诚意对于 身强体弱一推倒 这类网络用词完全没有概念 谁回复到 就是说一推就把我推倒了吗 现在网友这么可爱呢 对于美强残也没有概念 还认为这个词是不好的意思 网友叫他奇系公主 他发懵 什么 奇系公主 奇系公主 而对于这个称号 诚意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那个我 黎泽公我 那个我是不是大公主 那个不是 看到诚意这样解释 可乐笑哭在厕所 其实诚意原名副诗起 所以才有奇系公主这一说 能给一个男孩子 起这样的名字 说实话真的是 难为诚意的爸妈了 在节目中 诚意曾解释过 自己的妹妹叫瑶瑶 所以自己叫奇系 这样两个人的名字 听起来能有诗情画意的意境 不过一直没有搞清楚的诚意 执念的想要搞清楚 奇系公主的来由 结果在琉璃主演直播中 柳大哥惊情解释 不过看起来 好像还是没有怎么搞清楚 实力喜欢看他懵逼的样子 而就连自己出演的角色 被叫做画美鸟 他也是处在懵逼状态 磕磕巴巴说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画美鸟 后来别人解释 是因为剧中 他给玄机画眉毛 才知道说的是 他是个画美鸟 还傻傻的反问 整个脸上写满了 难道大家和自己看的 不是一部电视剧吗 决决字啊 细吃这称号 真不是白来的 什么时候都不忘记剧情 社交软件上 每当看到画质 跟其他嘉宾的区分度 葛乐就知道 他来了他来了 诚意直播 2G网速实锤 画质都比别人模糊 看蓝光都没用 还穿着戏服 估计一会还要拍戏的那种 横电打工再过于真实 直播的时候 一分钟卡一次 每次持续60秒 画质不行 评论没有 连星星都点不了 果然这个2G网 还是不配放直播 话说我哥这手机啥时候换 在场休息的时候 诚意一会站立 在原地不若有所思的样子 一会儿又趴在支撑物上 携失远方 一会儿又乖乖坐在地上 用手托起下巴 几乎就没见过 骑低头玩手机 除了发呆 还剩思考 这要是换做其他纪念演员 休息时想必都是 手机不离手的 而诚意自己也曾坦言 拍戏的时候很少玩手机 当被问到 平日闲暇时刻会做些什么 他如实回答 就是拍戏工作 没事钓钓鱼喝喝茶 在流离的话续中 诚意也是一边坐在池塘边 一边研读剧本 活脱脱一退休老大爷呀 安安静静地休息 踏踏实实地演戏 在娱乐圈内 也算是个特别的存在了 本想做个妈妈粉或妹妹粉 万万没想到 在一个综艺节目 让可乐发现 诚意比我爹还爹 就像个老大爷一样的 在跑男中拍照 别人都是自拍 只有这个憨憨在拍风景 是要被他惊奇的脑回路笑死了 一定是仙侠剧拍多了 留下的后遗症吧 琉璃里信王喝酒简直慢爆了 但是现实中诚意喝酒 却合成了表情包 合情喝酒的时候 小表情简直绝了 很像头一次喝酒的自己 要把自己给喝晕了 一听50度 差点吓死了 毛小童和诚意 传递脏语的时候也很好笑 她的记忆难道只有7秒吗 转身就能说错了 还有手拉手那个场面 诚意和石狮子交换过眼神后 有了新思路 其余三人被迫无奈营业 无奈的围圈牵手举过头顶 脑门上写满了疑惑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施展模范呢 这一套动作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可以说以一己之力带傻整个队 再来看看诚意这几年的工作日常 和微博维护状态 从16年开始 每年几乎都有新剧播出 按照一部片子少则几十天 多则几个月的计算 诚意同学基本属于 扎根横天眼戏的小伙 连参加综艺 不适合剧有关 就是和演技锻炼有关的一年级 专注业务能力提升的小伙 断网看起来也非常可爱 而伴随老干部这个称号的 还有那始终如一的拍照手势 近来诚意背八 拍照姿势太过单一 不是比心就是白手 在诚意的很多直播里 随处可见这个白手姿势 像极了幼儿园小朋友 简单的舞蹈动作 简单粗暴 当然会有人质疑 明星都会给自己立人设 这说不定就是诚意 给自己贴的标签 咱就是想说 说这些话的人 脑子里是长了个夜炮吗 作为明星肯定想听到 是夸自己演技好 长得帅 正值好年华 谁想被说自己是个老干部 诚意自己更是不想 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辟谣 穿自己并非是不看手机 也不是2G网 手机是真的会用 因为工作忙碌起来 看手机的时间就会相对减少 剧组拍戏要处于封闭的状态 尽量不去看手机 只是为了可以不被打扰 更好的工作而已 所以在流离播出期间 对于网上流行的梗 他经常会被问得一脸懵 还被网友戏虐 要离老干部人设 如果不拍戏的话 他也还是会紧跟社会动态的 和大家都一样 有些事情你们做 他也会做的 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时 诚意常常会晒出健身的照片 他一直保持着运动习惯 并在饮食上也比较注意 真的超级自律了 而谈到老干部心态的袁勇 当初他在参加一年级的时候 也提到过 节目中诚意作为 毕业实验班的班长 总是闷闷的 说话也太正经 滴水不漏 让大家总感觉 他在端着 get不到真实 导师袁勇一夜发现了这个问题 为了打开他厚厚的外壳 袁勇一次画了一场真骨行动 诚意被颠覆形象的涂上口红 扎起辫子 完全放下包袱 而当袁勇一问道 我觉得你很闷 任何问题问你有想好的答案 你的顾虑是什么 他想了很久才说 自己曾经因为说话吃过亏 承意表示 在自己还是新人的时候 事情曾多次被剧 曾经有很多导演或制片人 说他不行 甚至有一个导演直接说 你这辈子别去做演员了 尽管当时他还跟导演剧里 力争了一份 但对于怀揣表演梦想的他来说 还是被打击到了 不过幸好他并没有一蹶不振 也没有因为别人的肆意打击 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于是承意痛定思痛 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 要严格要求自己绝对不可以失败 所以从那时起 他就开始变得说话小心翼翼 做事拼尽全力 逐渐形成了所谓老干部的作风 承意出道九年 在三十而立这一年 因琉璃中私奉一决走红 很多人都说他资源不断 是欢睿的一哥太子 却忽略了承意作为演员自身的努力 琉璃之前 承意只能算得上是一位小透明艳员 最为人熟知的角色 是星云志中的林金宇一决 平时也不作妖 非常低调的一直在拍戏 即使是在走红后 关于承意的动态 基本都是在剧组拍戏 连营业都很少 镜组成像如蟹的时候 拍摄周期场 各种打戏也不在少数 承意在一场威亚戏份时意外受伤 于是他没戏的时候 大多在轮椅里 走路要么自己主持拐杖 要么工作人员搀扶 他飘逸的古装之下 是打着石膏的腿 让人既心疼又好笑 这么多年来 也没见他传出什么绯闻 如果必须说一个的话 那应该只有孟子义了 当时他们一起参加了 一年级毕业季 因为种种原因 中途孟子义退出了节目的录制 孟子义走的时候 出门相送的只有承意 夜晚灯光泛黄 却透着浪漫的气息 承意与孟子义寒暄了一会儿 也表达了队友之间的不舍 临别之际 孟子义说了这样一句话 承意我喜欢你在一起的那种 承意我喜欢你 承意我喜欢你 听到突然有人表白 承意有些不知所措 周二并随之而来 说了一句 随后这件事便没了下文 很多人认为 这是节目组特意安排的 为了炒CP 也为此有人调侃 承意要主顾生 但讲真的 这是不可能的 在录制某档综艺节目的时候 承意发现身边的工作人员 没戴手套 承意冒着自己的手 被磨破的危险 还是把手套给了对方 这一份真诚 娱乐圈里有几人能做到 对待感情 她亦是如此 她虽然不懂得说甜言蜜语 不懂得撩妹技巧 但是她会认真地 用她自己的方式去爱 之前她为曾经的女朋友 每天坚持给她送早饭 将自己父母给的饭钱 剩下一半给她买早饭 每天都会在宿舍楼下等她 整整坚持了一年 这么浪漫的事 以为只会发生在小说中 没想到承意却做过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太深情专一 有担当了 爆红后 承意依旧能不忘初心 在浮躁的娱乐圈 还是带人金合而坦诚 这样的承意 绝对是个宝藏男孩 这样的宝藏男孩 又怎么可能主孤生呢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含含诚意 你们爱不爱呢 不要忘记给可乐一键三连哟 我们下期见